Hello 歡迎收看山系旅行者 住了香港這麼久才發現其實有很多地方都未探索過 住了新界西北二十多年 完全不知道屯門原來隱藏了幾個巨型大合谷 這個絕對不是大家平常去的波羅山梁田駱大合谷 這個是比梁田駱更巨型的沖溝 青蟲紅鶴 你以為這個最宏偉? 還有一個更加宏偉 就是這個月牙谷 這兩個沖溝位於屯門青山福地 因為大量浮沙碎石路 所以都不容易去到 今集就會和大家去青山福地探險 第一次的行間經歷 和大家去大冷溪找荒包石 還要爬上爬落就是為了找十字星七石 走進風化地帶和大家挑戰青山福地 Hello 歡迎收睇山系旅行者 我是Travis 今天和大家去青山福地交遊 今天應該不會是一個輕鬆交遊 因為這條路線會比之前的輕鬆交遊更加難 因為這條路線應該是四星甚至四星半 比之前的什麼藍蛇尖 釣手岩更加難 因為會有大量浮沙碎石路 和很容易當失路 所以今天我們就會認真對待 平常都很認真 但今天會非常認真地對待 我們今天的行程是由龍古灘的樓市中市出發 先去豬仔石和十字星室石 再上花香爐頂 下去大蘭溪看荒包石 之後再去青蟲紅礦 魚牙谷 經過五度水 梁田坳 最後以梁景村為終點 全程大概7公里 我們用了6小時51分鐘完成 難度屬於4.5星的高級路線 留意今天的行程路線屬於青山練靶場 平日都有機會練習 所以記得上網查清楚這個練靶時間 出發地點是龍古灘的樓市中市 沒有巴士直去 所以要坐的士 或者在龍古灘巴士站走過去 我們身處的位置 就是樓市中市 後面這一座 我們會在這裏上山 這裏有貨櫃 後面有一條樓梯 我們便會在這裏出發 現在時間是9點3 看看我們可以多久走到梁田坳 可能網上說要10個小時 差不多9至10個小時 看看可不可以去7個小時 如果成功3點之前去到梁田坳 那下次便可以挑戰這個杯凌雙道 上山之後左轉 就沿著這條樹蔭路走 走過一大段的叢林路 來到這裏 就看到對面已經有一堆大石 這裏有些分岔路口 我們過了一條石間 然後右轉有些絲帶路 我們便會在這裏上山 青山福地拉有幾個挑戰性 第一個挑戰性 就是非常多的浮沙碎石路 而且比其他地區的浮沙碎石路更加線 走到這個電纜位置 大家看到這裏會有箭咀 我們便左轉 向這邊方向走 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有一大片的沙漠感覺 我們便會沿著電纜底向上走 已經明顯看到一條山路 我們便會在這裏上山 第二個挑戰性 就是這裏是沒有明確的路架 很多地方都要自己找路走 有時走錯路便會變得更加困難 我們便選擇在這塊大石旁爬上去 我們剛剛在這個位置上來 其實可能有些人便會走 那邊的浮沙碎石路上來 大家到時臨場來到 再判斷哪條比較好走 哪條比較適合 我也難說去介紹 好了 我們來到第一個景點 豬仔石 現在時間我們下32分鐘 大概0.9公里來到這個豬仔石 大家覺得像不像豬仔石呢 左邊就是豬頭 右邊就是豬尾 大家都是慢慢幻想一下 這是第一個景點的豬仔石 除了豬仔石之外 也是第二個景點 就是這個十字星室石 就是在這裏下去 我們便要在這裏爬下去 這裏爬下去 其實這個豬仔石下面便是十字星室 簡單來說就是這個豬仔石 坐著這個十字星室 下去十字星室石 都需要一點點的攀爬 有條樹架給大家可以扶著 其實下去不是很高 但都比較直 而且沒有石頭可以踩著 所以一定要小心 個人覺得這裏最大的挑戰位 就是夠石和石之間非常窄 隻腳踩下去也會卡住 所以最好不要揹著 雖然今天是星期六 但可能比較早出發 所以這裏都沒有其他人 有時候這裏是會迫滿人的 要排隊才可以和這個十字星拍照 走到晚去 竟然感覺比想像中困難很多 我就沒有走出去 因為其實都很窄 聽說走出去還要靠手去輔助 所以沒有能力沒有信心 就不要亂試了 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還是說回一句 安全行山 安全避 我們就不要為了打卡 做一些自己不自量力的行為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位置 就算了 我們就不會再出去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地方要去 所以一定要記住一句 安全至上 才可以看到更美的風景 我自知能力不足 所以也不會爬出去 我們就沿路接返 爬上來 希望能力也快便 para 如果有機會 嘩 drag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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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看這條路 根本就完全不是路 很多地方都可以走到 但有些地方比較難 中間還有些坑 不小心掉下去 雖然最近經常走高級路線 但可以說這裏的浮沙水石路比其他路線更加難 因為真的滑很多 像這個位置一樣 左右兩邊都有坑 一個不小心就會掉下去 初時以為青山腹地 好像沙漠一樣 沒什麼植物 但原來這裏都有很多樹同草 網上見到不少人會在這裏滑梯 但真的要注意安全 這裏好像很明顯有條路 但感覺上應該非常滑 可能走這邊會比較好 也很難教大家哪條走得比較好 因為我自己是來到這裏才摸索 所以為何說來這裏一定要有些專業人士帶領 否則很容易發生意外 之前走青山的影片都提過 走這些路線的判斷力非常重要 判斷哪個落腳位哪條路線比較適合自己 因為每個人能力都不同 人家走過的路線未必一定適合你 我們現在時間走了1小時9個字 上到這個花香爐頂 已經可以見到青山的 還有可以看整個青山福地 去到源頭山那邊 最認識都可以在這裏看到 好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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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排水 好,我們現在要離開花香爐頂 我們就進發去下一個景點 就是光包石 我們現在要先下山 這裡很明顯是非常斜的浮沙碎石路 很滑,所以就咬咬地了 慢慢下山了 來到這個位置,可以看到對面就是青山山頂 看來這裡走上去都很遠 其實半年前曾經都想走這個青山福地 但那天是想吃完飯下午才出發 因為早上要上班,但原來是自己低估了這條路線 那時出發前兩天先上網看影片 發現當時的我根本應付不到青山福地 所以就放棄改為走青山 2個小時17分鐘 2.42公里就來到這個圓刃石 這個位置就有幾塊大石 可以在這裡打卡 拍攝完照片後,我們就沿著這個大石右手邊的路向下走 我們就要看看有沒有辦法在這裡落下去 這裏落可以OK的 這裏是甚麼聲音 青山福地,另一個挑戰位,就是這裏的路非常不清晰 一不過意走錯路,就會去到另一個地方 我們有另一位山友,就是走錯路,去到另一個位置 結果繞一下圈才走回正路 這裏是這裏的,完全不是路 那怎樣走下去,就是為何今天不是上班 為何要來走上山 這些青山福地的路有很多坑 如果坑不是太深,有時都會走坑 我們現在從上面那幾塊大石到這個位置 有分岔路口,我們就左轉 走到這個位置,旁邊就見到一條非常薄的一條路 這條就是花朗古道 我們現在就會接駁到花朗古道 看看離線地圖,原來左邊也有另一條路 我們就見到另一班山友在上面走下來 最後都是回合的 我們來到這個花朗古道 終於有一點點屏幕 像平時走山的路 其實花朗古道有什麼歷史呢 我就不太清楚,因為我上網找過 都找不到什麼資料 如果你知道花朗古道是什麼來的 記得留言告訴我 到小山之後,我們已經聽到水聲 因為下面有一條間,這條是大冷溪 我們就要下去逛間,才找到這個荒包石 下去這個位置就是一條繩給大家輔助 但因為我不是太順利,所以我沒有走到那條路 我選擇了另一條路進去 待會看到這裡要走下來 這裡有一條山路 來到這個位置就是大冷溪 荒包石就在這條石間上面 我們就要右轉,走一段石間才去到荒包石 這次是我第一次正式逛間 所以都逛到有點手忙腳亂 跨過一堆大石,我們就來到荒包石了 這裡有另一群山友在這裡打卡 還有在這裡吃午餐 我們走了3個小時10分鐘 3.13公里就來到荒包石 大家可以找個位置拍照 在這裡吃過午餐都挺寫意 但記得帶走垃圾 拍完荒包石之後,我們就沿路接返 即沿路接返隔離剛才的分岔路口 我們就要過路了一條間 那裡還有一條山路 我們就過間又走山路 繼續去下一個景點 下一段路,我們要跨過一條小小的石間 小心,不要濕腳 我們今天這條路線真是精彩 下浮沙碎石路,又要走間又要攀石 現在我們又要走這條大斜路上山 看看右上邊又有沒有草田 多漂亮 今天這條路線,基本上上斜是上一步 就滑幾步下來 就這樣看對面,我完全看不到有路上去 但下面有些人上去 上面有些人下進去 我相信根據地圖,我們都可以先下去 我們就會在前面先下去 然後再去那裡再看看,看看怎樣走 走到這個位置,左邊有條小路左轉下去 一下去就有一大片的螢幕草 想不到青山褲地都有螢幕草看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上一段超級斜的浮沙碎石路 上青蟲紅角 這段路是整個行程最斜的路段 基本上走兩步就線一步 真的要帶著手套走 我們現在的時間 總共走了4個小時 零6分鐘 3.66公里 就來到青蟲紅角 這是一個天然的大合谷 這個大合谷 就比起糧田坳 即所謂俗稱菠蘿山那個 是大不少 那些人經常說走梁田坳 那裡全部都是實施路很悶 有人多 你可以過來這裡 這裡應該是舒服很多 下面呢 即是跟我命一樣 有很多的蟲樹在下面 所以就 稱為這個青蟲紅角 在航拍看到 拍到我們多小 就知道這個青蟲紅角是多大 拍到我們多小看 拍到我們多小看 拍到我們更多的 對面 我們 ile人們真正的 接著這一場 拍到我們 在航拍攝 也要辱 黃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青虫红阔的顶部 看上去,这里有位置凹出来的,所以也算好 但就不要站在那边 我们走过青虫红阔之后 就沿着靠左,就有一条路 也很清晰的,我们继续靠这条路 走到这个位置 看到左边有一个很酷的合谷 那就是不知名的合谷 我们不是走到那边 我们右转向这个方向走 走到这里就是月牙谷的顶 但这里很危险 看不到什么 所以我们要左转向下 下一段路 原来这个不是月牙谷 要走多一段路才看到顶部 好了,我们来到一个经验位 因为我们已经来到月牙谷 现在时间是 走了四个小时五十分钟 就4.22公里来到月牙谷 那这里呢 我站在这个位置已经脚振振了 那我们要多过整个月牙谷 那这条路都很窄 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一路要沿着月牙谷 旁边的小路走 那这边就是圆崖 所以一定要小心 不过其实也有一些路特替了 所以也不会特别危险 只要小心一点就可以 来到月牙谷 感觉这里比青虫红鹤更加宏伟 在航拍上看到我们吗 可以想象到这里是多么巨型 在高空看下看到这里是一个月亮的形状 所以就称为月牙谷 海洋 离开月牙谷,我们展开漫长的回程之旅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位置,下面就是五度水 如果根据这个离线地图,这里是非常多分岔路 所以一定要边走边去留意自己会不会走错方向 因为如果你走错方向,可能会去到一些非常远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继续查这个地图 我们经过五度水再回梁田坞 但这段路比之前的路更加长,而且没景点,所以都挺闷 又要攀山洩水一点都不轻松 我们现在来到五度水 这里有几条分岔路,左右两边都有路 可以直接走,然后就在那里上山 我们距离梁田坞跃了一点多公里 如果不断上赤,应该都需要时间 所以真的会走到二致消沉 这条路是怀疑人生的 有很多分岔路,有没有其他山友 这道路是没错的,是原定的地图路线 我们上了一大乱的斜路 差一点都不容易,特别在这里 辛苦了 我们走到这个位置,上面有些人下来 应该就是之前我们去青山看日落 下来的那条路 那我们现在就会接播之前那条路 那天那些日落都挺漂亮的 有兴趣可以看上面那条片 好了,我们走了六个半钟 五点九百公里,就来到这个梁田坞 现在时间已经是三点九 比起这个原定三点钟 能够来到梁田坞,就找一次去走这个杯凌商道 这次就因为迟了九个字 所以这个杯凌商道的计划就要割之下 要练一下山 落到梁田坞就看到有车路了 我们游转下山 好了,最后我们用了六个钟后五十分钟 走了七点七公里,下来梁景村 那我们今集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分享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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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